來看這個傳統的廟宇 在作舊的時候 都有賣酒做工精精的的看法 也就是用這個捏面所做的 來到客戶店鵝角捏面館裡面 就有一個縮小伴的廟宇 作舊捏面的看法 可以給民眾一次就看到 不一樣的看法作品 我們到底來看看 在電視的剛才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中間 就是一般廟宇作舊的時候的進行 這次剛才有的這個看法 點名的輸出品 可以說是 大概一般食品部的這個 20分之一的縮小伴 這是固定不加點名館 就是說廟宇客 了解到點名館的分配去玩 特別可以製作的這個廟宇 作一個看法的縮小伴 後面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建教的場地 建教場地就是我們每年的年底 各個廟宇 有的旅會還是什麼 醉酒的活動 都是要搭後面這個建教堂 那建教堂旁邊還有那個 米娜達還有肉燒還有賽珠宮 那我們家的業務就是旁邊這個 桌子上面的貢品 很多人就是用這個貢品來祭拜神明 因為讓它更豐富 更有祭拜那個 表示它很虔誠的祭拜 所以它會用滿漢全息的東西 要滿漢全息要去找那麼多東西 其實會有難度 所以它用麵什麼都做 萬物什麼可以吃的 孩子可以看的 全部都做在裡面 烟宇王老師不準地表示 沒有人是要瞭解到更多 有關這麵麵紅的起源 又有家的所創作 那一趟來到專台灣 頭一座的這麵麵紅的曝霧館 對一趟瞭解這項傳統的企業的構思 有一個文化部 那時候是文化建設委員會 它有一個方案就是 變成要做地方文化館 那教那個文化局 彰化文化局 就覺得我有去申請 他說覺得這個會長有保存的價值 所以他就 我們就去申請 政府單位也很看好 就幫我們成立 我們變成一個台灣唯一一家的 這麵麵主題的文化館 看看這裡做得真正的 所創辦的這個 看到烟宇王的作品 就要了解更多 有關這個烟宇王的故事 不用利用時間 來到客戶店 補家烟宇王來走走看一看的喔 就是新聞一方圓 KL報道